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主持一档六度世界正在测试的项目 留言真假 针对社会流传的各种说法 消息 进行基础性的鉴定 今天讨论的是 吴京透露问励志 李连杰的境况如何 励志回答 既显高情商又能够轻松化解尴尬 知名武打明星李连杰 最近宣传自己的新书 超越生死 接受采访时透露 已经向妻子励志交代身后事 这个消息是从哪个平台 或者哪个人那里得到的 这个消息的发布日期是什么时候 你有没有从其他可信的新闻源去 验证过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中提到的 吴京和励志的对话 是在什么场合 什么时间发生的 从这个消息来看 主要是关于李连杰的境况 和他的妻子励志对他的态度 这个消息中并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日期和事件 所以我们无法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另外 这个消息中的一些信息 比如李连杰的健康状况 他的新书 以及他与吴京和励志的关系 都是公开的信息 所以 这个消息的可信度较高 但是 这个消息中的一些具体的对话 比如 吴京问励志李连杰的境况 以及励志的回答 我们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因为这些对话 可能是出于个人的解读和推测 你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验证这个消息 查询吴京和励志的社交媒体 看看他们是否有发布过相关的信息 查询新闻报道 看看是否有报道过李连杰的境况 以及他与吴京和励志的关系 查询李连杰的新书超越生死 看看书中是否有提到他的健康状况 以及他的生活态度 你能提供我们最新的信息 最近的一篇新闻报道了李连杰的境况 这篇新闻称 李连杰已经向妻子励志交代后事 希望一切从简 不用立碑 也不用办丧事 树葬海葬都无所谓 这是因为李连杰在为自己的新书超越生死 李连杰寻找李连杰 接受采访时透露的 他曾经为了拍动作片 疯狂健身 练到几乎没有体脂肪 结果元气大伤 镜头前展示肌肉后 一口气缓不过来 直接昏厥 吓得他再也不盲目追求六块腹肌 李连杰已经60岁 近期屡传病危的消息 他曾经在拍戏片场 经历过无数次惊险的事故 常年受病痛折磨 早已看淡了生死 他也曾多次传出乌龙死讯 11月初 还被外媒报道在美国去世 当时跟他私交很好的 像泰陈兰都跳出来辟谣 艾特里面皆称 你到底死了多少回 又传你走了 今早你还和我请啊 随后 李连杰就在一场活动上露面了 难得他还能保持幽默感 一出场就跟大家打招呼 早上好 我还没死 用玩笑话回击被去世的谣言 还笑称 网友都烦了 留言问他你怎么死了这么多次 都还没死啊 然而 一入花甲的李连杰 近况确实令人担忧 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 2013年 他就曾透露自己 患上甲状腺功能抗净症 需要长期服药控制 2019年的时候 他被网友拍到一张满头白发的样子 当时50多岁的年龄 看上去却像80岁的沧桑老人 让很多网友无比震惊 猜测他的健康亮了红灯 事后李连杰回应 那只是拍摄光线和角度的原因而已 这篇新闻的来源是六度新闻 发布日期是2023年12月1日 请对李连杰个人做详细介绍 李连杰 原名李连杰 出生于1953年4月26日 中国北京人 他是一位著名的中国武打电影演员和武术家 被誉为功夫皇帝 李连杰的武术才能在他年轻时就已经显现出来 他在8岁时开始学习武术 11岁时就在全国武术比赛中获得冠军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他连续5次获得全国武术冠军 因此被誉为武术奇才 1982年 李连杰凭借电影《少林寺》正式进入电影圈 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他主演了许多快智人口的武打电影 如《黄飞红》系列 《方世玉》系列 《武状院苏琪儿》 《红海行动》等 他的精湛武术技艺和出色的演技 赢得了全球观众的喜爱 除了在电影界取得成功 李连杰也是一位慈善家 他创立了一基金 致力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尤其是在教育和灾害救援方面 然而 李连杰的健康状况一直令人担忧 他在2013年公开透露自己患有假装线功能抗禁症 需要长期服药控制 此外 他因为年轻时拍摄动作片而身体受损 近年来健康状况一直不佳 尽管如此 李连杰依然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 他曾表示 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你活了多少岁 而是你用多少岁真正的活过 请对李连杰个人做详细介绍 李连杰出生于1963年3月11日 出生于广东省华南话剧团宿舍 成长于上海市 父亲丽永希为广东华南话剧团舞台剧演员 他早年就读上海渔园路清风中学 1981年随父移居香港 曾做过家具店售货员 1983年赴美留学于旧金山大学修读经济学 1986年回港参选 由亚洲电视举办的亚洲小姐竞选 参选期间被尼匡称赞为50年难得一线的美女 之后与2000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并击败同届热门嘉丽陈毅师并获得冠军与美太小姐 同年9月30日 代表香港参选于红看香港体育馆举行的亚太小姐竞选 并夺得第四名与其他三项副奖 最佳民族服装奖 和平小姐及最上镜小姐 1991年以亚洲小姐名义创立慈善组织人美情绪 亚姐任期未卸任就被黄百名赏识 并受邀拍摄电影 于香港娱乐圈发展时期 以其36F上围的身材与性感形象文明 曾被香港传媒报道遭到同行排挤与羞辱 1992年宣布淡出演艺圈 1988年因电影龙在天涯与李连杰相识 当时李连杰已婚 两人秘密交往11年 之后于1999年与李连杰在美国洛杉矶结婚 9月19日举行婚礼 两人育有两个女儿 尽管已经退出了娱乐圈 但励志依然活跃在公众视野中 她经常出席公共活动 参与慈善事业 她的大放得体和优雅气质赢得了公众的喜爱 尤其是在李连杰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 励志始终陪伴在她的身边 给予她无微不至的照顾 展现出了她的坚韧和善良 非常感谢你的肯定 我会继续努力 提供最新 最准确的信息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问题 或者需要查询其他信息 随时告诉我 我很乐意帮助你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聊了一些关于李连杰和励志的近况的新闻 尽管我们无法确认这些新闻的真实性 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些有趣的信息 首先 李连杰是一位著名的中国武打电影演员和武术家 被誉为功夫皇帝 他的电影作品深受观众喜爱 同时 他也是一位慈善家 创立了一基金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励志是一位曾经活跃在香港娱乐圈的女演员 他以其36F尚为的身材和性感形象而闻名 他和李连杰在1988年相识后秘密交往了11年 最终于1999年在美国洛杉矶结婚 励志在李连杰身体不佳的时候 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展现出了他的坚韧和善良 尽管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新闻的真实性 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 李连杰和励志的坚强和乐观的态度 无论李连杰的健康状况如何 他们都在积极面对生活 展现了他们的勇气和坚持 好了 现在是你们展示观点的时间了 你们对于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我会尽力回答你们的疑问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读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读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读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都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读简报 优优独立新型 大学院 应该 阅 晴